嗨 我是今天的體育老師 上次的排球挑戰大家看的還喜歡嗎 今天我們又要來做新的挑戰囉 我們要來實測能不能跑得比鞭炮還有快 規則如下 我們的鞭炮有15公尺長 跑道有20公尺 我們要在鞭炮點燃之後 快快快快跑到終點的桌子上 拿起剪刀把鞭炮剪斷 否則就會炸到自己的 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有做好非常安全的保護措施 媲美鹽水風泡的保護等級喔 我們有護目鏡 防暴衣 手套 還有穿長褲 以及還有我們的靜香團阿伯 非常好 大家不用擔心他們的安危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先來實測 鞭炮需要多少時間才會炸完 我們先來看 來 啊 啊 技格欸 啊 剛那個實在太久了 兩分半都可以跑完八百公尺了 所以我個人決定增加難度 縮短程 只有一公尺 等一下來看看他們這樣的長度 可以跑多久 你準備好了嗎 還沒 準備開始喔 3 2 1 挑戰成功 有那種腳軟的感覺 跑一跑會覺得 卡一直軟軟然後跑不太動 看天鋒你走的挑戰 預備 好可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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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剛大家有看到天母縫底索 偷跑 所以我們要來懲罰他 我們再把長度減一半 來看一下他表現如何 不准再偷跑 不准再偷跑了 不准再剪一半了 3 2 1 不行不行 好 走 走 我知道大家想看什麼 精彩的來了 等一下這個袖子太長了 阿 不准再偷啊 你準備중 等一下 等一下 pont 大家看的還喜歡嗎 如果你們有想看什麼挑戰 歡迎在下方留言詳細的答出來 或許我們之後會參考喔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分享 按讚 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蹲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